新浪为什么叫炸浪 蹭饭新纪元 今天的目标是新浪总部 新浪将是我们互联网投资公司首站 我将会到里边去找两个人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两个人分别是谁 出发 您好 嗯 跑总 你在叫我做事啊 来总 终于进来了 说到新浪最先想到的就是微博 毕竟是他们最引以为要的产品 江湖传闻 新浪的食堂是互联网大可能的 最难吃的 我说更在后 什么程度 据说这里有一家便利店 全委您销售额最高的一家 某森便利店 大家都不去吃十套的饭 去便利店去了 一探究竟 不许许许许许许许 两个一起 两个一起 我正在看着你 你看 你是谁啊 你 真是派大型 偷哥 天呐 我 我 想干什么的你 爱是耿天的 偷哥 都蹭到这儿来了 这两位就是我在新浪的好朋友了 安安德宇哥 没想到你还能蹭到这儿了 是有几个问题 新浪为什么叫 江湖传说 我们在火锅中你不要 传认为新浪的员工食堂 是几个大厂里面最难吃的 可以尝尝试试试 先安抚好员工的位 才能让他们顿好的安心工作 更多加班 菜品的选择真的很丰富 北京烤鸭 吃到鸭肉的香味 绝对不是奠点吧 你觉得新浪员工最幸福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幸福的应该就是 怎么样 看了各种新浪好吃的好玩了之后 是不是有一点意犹未尽呢 新浪广部的停车场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作为新浪总部的员工 都会开什么车 兄弟们 让我们黑夜了好吗 F150开这车上班 还是挺有个性的 奥迪的TT 最新款的一个款式 最新款的宝马X5 蓝色的激光大灯 新A牌的水鸟 加装了很多复杂的一些套件 车牌和车点 一样都很精神 上一代的宝马X5 最耐看的 但是最新款也特别好看 兰博基尼乌尔 一个战斗灰的一个车身的颜色 里边是一个黑橙的 这个颜色搭配 非常的有活力 冬天的阿尔法 加价一直很厉害的MP 作为一个头部的互联网大车 哪些车才能更加的符合 他们的身份和气质呢 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 新能源车型的占比达到了最大 代表车型以特斯拉为主 有一份资料层显示 特斯拉中国车主里边 程序尔这个职业的占比 达到了前三年 大哥 我们现在再去哪 各位 该怎么去啊